圣经加油站为你我加油 天天领受从神而来的恩宠 今天的领修进度是 路加福音23章 这个章节里面其中记载了 耶稣上十字架前的过程 他经历了受人拒绝藐视 他被审判定罪鞭打羞辱 这样种种的残酷对待之后 耶稣的身心受创严重 但是他竟然还能充满怜悯的说 父啊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这让我回想到自己尚未认识主 拒绝福音的那个时候 就好像经文里讥笑耶稣的犯人一样 自己已经是个罪犯了 还能够自我感觉良好 对耶稣品头论足 还好耶稣用他极大的爱 怜悯我的无知 不放弃的使用人以及环境 使我悔改向他 如今才能够如同那知罪的犯人一样 享受在主丰盛恩典的祝福里 因此我为今天所定的经文是在 路加福音的23章39到43节 我们一起来诵读 那同丁的两个犯人 有一个讥笑他说 你不是基督吗 可以就自己和我们吧 那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 你既是一样受刑的 还不怕神吗 我们是应该的 因我们所受的 与我们所做的相称 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 就说耶稣啊 你德国降临的时候 求你纪念我 耶稣对他说 我实在告诉你 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 所以我定的主题是 信与不信的下场 那么有什么需要守的诫命呢 就是相信耶稣是主 有什么应许 相信耶稣是主 就能够与主同在乐园里 有哪些可以避免的罪 就是避免不接受福音 不相信耶稣是主的罪 有什么可以应用的 传福音时 自己的经历与人分享 让人们从我身上的改变 看见神的作为 看见主的大能 和在基督里 真正的平安喜乐与美好 关于上帝我对他在哪方面有更新的认识 就是上帝不看人过去犯了什么罪 只要回转归向他 他必接纳我们在他的乐园里 让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我要感谢赞美你 因为你是慈爱怜悯人的神 感谢你不看我们过去是怎么样的人 只要我们接受福音 承认你是主 你就接纳我们 得享属天的平安 喜乐与美好 愿传福音的路上 我们不胆怯 不害怕 帮助我们有权柄能力 带领更多的人认识你 归向你 与我们一同享受在主的美好当中 感谢赞美耶稣 听孩子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